欢迎来到娱乐泡泡圈 去年都罢评了整个荧幕 很火的一位明星 网传一句话 没有杨子带不火的男明星 足以说明杨子的人气很高 其实杨子的真名也是任娇伦给爆料出来的 因为他们一起拍摄天机之白色传说 他们两个人一个公司的演员 所以很熟 在片场的时候也欢乐 因为杨子知道了任娇伦的真名叫任国超 所以就一直递死任娇伦的真名 所以任娇伦才会反击问杨子的真名 所以杨子的真名就是杨尼奥 其实这个名字我觉得很好听 很欧美大牌范 还有一个被任娇伦爆料自己真名的艺人 就是魏大勋 魏大勋感觉各大综艺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魏大勋的人设也是比较逗的一个人 我也很喜欢他 不过我还想知道 是他和杨幂的绯闻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魏大勋也啥时候能站出来说句话呢 那么魏大勋的真名 怎么会是任娇伦爆料出来的呢 其实就是他们一起参加的一档综艺的录制 任娇伦发问宣传 魏大勋评论说 国超哥 那任娇伦就反计的说出了魏大勋的真名 那魏大勋的真名就是魏新闻 还挺文艺的一个名字 不过魏大勋也澄清了 其实魏新闻是自己四岁之前的名字 四岁之后就改了 所以魏大勋也不是一名了 不过感觉魏大勋这个名字很大老粗 有没有 很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锦衣奶奶 最喜欢的谭颂韵小姐姐啦 谭颂韵和任娇伦一起出演的锦衣之下 实在是太圈粉了 太好入坑了 任娇伦怎么会爆料谭颂韵的本名呢 同样也是在剧组互相爆料 互怼 也是很可爱 一次他们在宣传剧 任娇伦喊话 金金金金金啊 我还一脸猛逼呢 所以谭颂韵的本名就叫谭金金 很小家女的名字 和谭颂韵的气质也很符合呢 还有就是其他任娇伦还未爆料的一个 带货直播的主播的名字 就是威亚 任娇伦去威亚直播间做客 突然威亚就叫起来了国超 所以任娇伦就反击 你别叫了 我可知道你的真名 虽然最后还是没爆料 那我还特意去搜了一下威亚的真名 威亚的真名叫黄威 其实也很好听的 不过不像一个带货主播的名字 威亚给人感觉就很高级 说到这里 我真的发现任娇伦真的很喜欢爆料艺人的真名 是不是要和他交朋友 必须先换一个本名 或许还有就是 因为自己改名的失败 也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爆料其他艺人本名的机会 这样的国超太可爱了 其实艺人艺人 都说是艺人 那用艺名也是很正常的 这里我简单和大家说几个艺人的本名吧 仙气飘飘的赵灵儿刘亦飞原名叫做安丰 周深户口本名字叫做周星星 李一峰原名叫李贺 张一星小时候曾用名叫张家帅 吴亦凡的曾用名叫李家横 真的很港风了 在《香蜜沉沉浸如霜》中 饰演润玉的演员罗云熙 本名叫罗亦 岳云鹏原名岳龙刚 胡歌本名叫胡柯 邓紫棋本名叫邓诗颖 《香蜜沉浸如霜》中 《香蜜沉浸如霜》中